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阵的双方是中国的谢尔豪九段 对阵韩国棋手 申敏俊九段 那么这个谢尔豪呢是这个LG杯的冠军 也是咱们中国这个95后的世界冠军当中的一员 那么谢尔豪其实可能习名朋友不一定会特别熟悉 这名棋手说实话他的名气我个人感觉不是太大 然后棋风呢也特点也比较鲜明 下棋非常快 比较犀利 那么申敏俊呢相对来说韩国二升可能大家都很清楚了 但是这个申敏俊的这个风头啊 其实一直是比被他这个年纪更小的这个申真旭一直压制 这个申真旭现在已经是韩国这个等级分第一 但是作为年纪比他稍大一点的这个我们称他为大申申敏俊 作为这个李诗诗九段的这个低传弟子 反而是这个成绩呢是不如比他年纪小一些的这个小顺 但其实申敏俊实力是非常抢劲的 我觉得这名棋手拿世界冠军也是早晚的事情啊 只不过现在还没有得到这样一个机会 那么今天这个两名这个年纪很接近的这种新锐棋手之间的一个碰撞啊 一定会非常激烈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半期的实战 本局是由这个申敏俊九段直黑先行 说实话这个申敏俊九段真的是成绩不是特别的出众啊 但是实力真的是非常强 所以他的棋说实话我看的也不是很多 对他的棋风也不是很了解 那这个开局非常有意思 双小木这个双挂啊 这个比较符合现在这种维棋的这种理念啊 小木我们就一定要先挂啊 先挂别人的小木 然后回来呢再守自己的小木啊 这番棋这个特点体现得非常清晰啊 这个黑棋是挂又挂啊 然后最后再单关手脚 把别人的小木都挂 然后把自己的小木守上啊 这个也符合这种AI的这种思路 那么这个点三三啊 之前也跟大家讲过这个现代下棋啊 你很难说是看这个一盘棋看不到一次点三三啊 不太可能 这必然会有会有一个点三三出现 那这个棋黑的是飞的 那反正飞和长 基本上就是这两种变化 当然 飞 大家注意这个飞的时候啊 白棋有可能会单拖这个 那一旦下了这个拖 那就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 江湖上传说已久的一个定时啊 叫做米式飞刀 这个米式飞刀真是 一般现在很多棋手都不太愿意下 因为这个真的变化是超级超级多 就连我觉得连这个米式飞刀的这个创始人 怎么这个小米米玉婷啊 他现在自己我看也不是会经常会下这个变化了啊 确实是太复杂啊 这个变化就是从这个米式飞刀 这个问世以来啊 又经过了无数版本的更新 我们看一下 从最早的这个虎开始 从最早的这个虎开始 这是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米式飞刀的这个圆形 那主要是在这个断的时候啊 这个黑的有一个加啊 加完之后点啊 这个是米式飞刀最早的一个圆形啊 那么后面这个不断的这个发展啊 又更新出了好几代的下法 首先是黑系这个飞 啊 那么飞之后 啊 这个白旗最早的下法是断这个 啊 那现在这个又发展出来 这个扳这个 啊 反正这个地方变化非常的复杂 啊 这个米式飞刀 只要一看见这四个字 我相信不仅是这个可能骑米朋友头疼 其实就连职业高手也很头疼啊 所以现在大家轻易是不敢下 因为大家觉得啊这个其实这个黑的这个飞啊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啊 我就顶了斑 啊 其实是无所谓的 所以这个本身这个米式飞刀的必然性就不强 啊 因为作为白旗来说 我完全可以不脱吗 我就顶了斑 其实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变化 然后可以这个B柱 这个又支不齐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大声啊 生命菌 这个棋风啊 还是比较积极的啊 没有说是很普通的就 在这里拆一个啊 其实你拆一个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棋 因为你两边都挂了嘛 这个拆一个啊 把两边这个棋做一个连接 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 当然这个B 如果是让我选的话 我可能也会选这个B啊 比较积极一点 因为黑旗这个单关跳配合上这个B的话 这边的这个发展趋势是非常好的 然后白旗这个小飞 本身这个缺陷也是很害怕这个B啊 然后这个白旗加勾 黑的靠出 这个靠其实是 这个AI对我们人类影响比较大的一步棋 我觉得是啊 就是有一些棋 从这个布局方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AI对就是现代这个围棋的影响 就是跟以前截然不同 包括这个从这个点三三开始啊 点三三当然是最明显的了啊 点三三 那么这种靠 其实也是非常明显 以前我们更愿意这个棋 跳或者尖啊 更多的是我们的感觉是这样的 因为总觉得这个靠啊 有点损啊 跟白旗这个扳啊 交换之后会有点损 但是后面发现这个类似这样的形状 AI永远都是靠啊 这个靠可能他觉得 更能体现出这个新棋的这个紫效 然后长 那 定 这部棋非常的灵活 黑气 接下来正常我们肯定会是长一个的啊 一般情况下 我相信在AI没有出现之前 大家对于这个棋的感觉就是长一个 只此一手啊 那自从有了AI之后 大家会发现 哎 这个棋可以下的灵活一点啊 没有必要那么就是一成不变 如果你长这个 那么白旗靠压了一长 然后白旗挡住 这样的话 这个长的这个形状啊 其实不是特别好啊 虽然我们看 这个一人有一个这个靠压 但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啊 白旗 这个跳是白旗的 那么白旗相当于是 这块旗是安定的 那么黑旗是不安定的啊 所以这个形状 黑旗很明显 是比较被动啊 因为我们俩 这两边 这个形状看起来是一样 但是白旗有眼 黑旗没有眼 那么没有眼这一方肯定被动 所以实战黑的这个跳很灵活 那么白旗也是靠这个 靠了一场 一抽 一场 我们看 我们看相比刚才那个 双方形状都一样 这个旗形明显是有了变化啊 那么同样黑的还是不活 但是黑的 外面厚实了很多啊 白旗呢 这个靠压之后 这个地方 将来多少会留有一个冲断的隐患啊 所以这个就是黑的这个跳带来的一些变化 接下来接着再跳 白的这个虎 可能很多人会看到这个虎 会觉得很奇怪啊 这个地方 黑旗不是断不了吗 对不对 断的话我们就直接把它打死 那为什么在断不了的地方 我们要去补一个断呢 肯定会有漆 我会觉得很奇怪啊 而且这个漆 白漆这边也用不上 也不是说是要紧气去冲断别人 那么是这样的 这个地方你可以不补 那么接下来黑的 要走黑的也不是断 黑的会从这里加工 那么一旦加工之后 我们看这个形状白的非常难受啊 如果尖出来 那么被黑的二路一飞 真的沾上啊 虽然我断不了你 但是我们看 通过这两部旗的一个交换 那么这个白旗的眼位 瞬间就受到了这个压缩啊 然后这个旗黑的这两颗子 其实对这颗子会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配合啊 所以这部旗虎 目标不是不断啊 是加后自身这块旗啊 同时威胁到黑旗这颗子 不给黑旗这块旗有借用 那么同样 黑的这边也是一样的 断不了我的情况下 我先补断啊 跟白旗这个补断是意思是一样的 但黑旗这个补断呢 哎 用处会更多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说了 这个地方白旗有个冲断的缺陷啊 黑的一旦把这个段补上 这个冲断马上就暴露出来了 嗯 实战白旗是尖 不怕黑旗冲断 那么黑的就来了 冲 那然后尖冲 这个是个 尖冲是个什么意思 没看懂啊 不知道跟这个段有没有什么联系 我们再接着看几步实战 爬 断啊 这两下交换 不知道是有什么师谋远虑啊 还是说是就是觉得 诶 凭着感觉 诶 认为这个交换 对这个作战来说总是有利 这个不是很清楚 把他先跳 好 冲了一喉 这个是黑旗的权利啊 这个冲断完之后 这个冲了喉是先手便宜 然后飞一个围孔 感觉这么下的话 黑旗这个旗 还是 我觉得黑的还是挺主动的啊 通过这个切断这块白旗之后 先把这块空线围上啊 哇 接下来这个几招旗真是非常的强硬啊 黑旗 这个 沈敏俊同学是不仅要唯控他还想先手围啊 我们看 其实正常这个旗我觉得沾一个就可以满意了啊 要是我下的话 我肯定是这个地方不到脑子肯定站住 我觉得黑的这个脚已经很舒服了 而且 接下来如果白旗长的话 黑的现在可以把这个先长一下啊 这个先长一下 然后等白旗跳 然后黑的在这个边再捞一票啊 接着捞 我觉得这个 空这么看 其实效率是非常高的啊 每一步骑我们看 有的时候其实 怎么去分析这个系效率高不高 我们就 其实有个最简的办法 你看这个骑 黑的没有一颗子是浪费的 对不对 每一颗都恰到好处 那你比如说 这个形状这里有一颗子 那黑的这个效率就不行了 对不对 因为这颗子显然是浪费了 没有发挥出用处 那么我们看现在黑机这块空 每一颗子都在 恰好在他应该在的地方啊 这个就效率非常高 但是这个生命菌还是不满意啊 他要先手 他一定要抢 绝对先手 这个地方我要断你 这个从这一代的这个下法来看 这个生命菌的棋 显然也是这个 跟他的这个老师李诗诗 有点相像啊 不愧是这个李诗诗的学生 这个骑就是非常攻击性 非常地强啊 这个时候 哇 白骑这一靠 看着就像好骑啊 虽然说 这个还一时间还是领会不到 他的意图啊 但是感觉上就像好骑 让黑的暂时动不了 因为这个骑一般来说 靠这个黑的是要搬这个的 那现在这个局面正好 你要搬这个的话 我正好打了一打 非常舒服啊 那我再虎回去 那这几下交换 我们看跟刚才比 瞬间就 白骑就把黑的这个边的 这个边上的这个发展 就给限制住了啊 而且自身非常的厚这样 靠一个 可以想象的到 其实我摆这步骑的时候 我可以想象的到 谢尔豪当时这种 把这步骑拍上去的那种感觉啊 而且这个谢尔豪下棋 就是这样的很快 因为这个 可能跟这种从小 在网上这个练了多一关系 这棋杆也是非常出众啊 这一靠 那么黑的是连斑 那白骑非常灵活啊 这中间 暂时我都不管了 我先把这个时空捞掉 哇 这个棋 下成这样呢 这个白骑这个靠 我觉得真的是大获成功啊 可以说是 就跟刚才我们那个 沾了跳笔的话 我们看这个 黑棋 白棋不仅是把 黑棋这里限制住了 而且这个地方将来 还能钻黑棋的墨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 如果黑棋胆子大一点 拍上去 就要给你转换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那么白的肯定也是 挖持 那么黑的长 把些弧 这关键就在于这个地方 黑的这一手棋 能不能吃掉这个白棋啊 现在看好像是 不一定吃得掉 没有这个把握 如果黑的一手棋 能把白棋 这个全吃进去的话 我觉得黑的 还是应该转换的啊 因为这个脚上木数 虽然大 但是这块棋 我们知道 这个叫棋筋啊 因为联系着 这块棋 把黑的分割成了两块嘛 黑的一旦把白棋吃掉 它自身就联络了 这样的棋 我们叫棋筋 那这个棋筋吃了 还是很大的啊 但是现在看 这个地方 白棋一跳 可能没那么好吃 实战中 可能也没有把握 由此可见 这个谢尔豪 当时这一靠 真的非常犀利啊 一时间没看出来 黑的有什么好办法 反正实战这个图 我认为黑的肯定是被便宜 还得贴出 然后白的就 直接都弃了啊 也是非常思路 非常的清晰 因为确实这个棋 如果要强行就这块的话 也不是不可能啊 比如说你拖一个什么的 但是这被黑的一虎 甚至黑的直接可以断在这里 这个白的形状自身不是太好啊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看 漏洞比较多 所以这个白棋也是非常简明啊 因为其实这个地方你想开了 这下面这些空本来就是黑棋的 你无非就是让黑棋多吃了这一点点啊 这一点点就十来木棋嘛 但是白棋通过这个棋子我们看 外面竖起了这个铜墙铁壁啊 我们看现在这个 这个棋下到这个局部之后 然后一虎 然后一小尖 然后这个单尖也不知道是庙位是在哪里啊 然后吃 这个现在再仔细看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 他觉得如果打吃了虎 他认为黑的一定会打上来啊 这样的话他自己反而有点难受 这个粘呢 他觉得被黑棋便宜到了 不粘呢 黑的这个先手提 这个木树损失太惨重啊 所以他单尖一个 这个 职业这个高手下棋 真是这个思路 真的是 单尖 然后等你吃的时候 我再吃 这样如果你粘上 我们看这一下 黑的有没有吃到 这个差别真的是非常的大啊 这不仅是这个眼位的关系 这个木树差的也很多 因为将来这个很有可能就被白棋半毡到了 那么白棋一半毡到就 至少白插四木棋 那你要知道四木棋 对于职业底下棋手来说意味着什么啊 可能业余棋手下棋 可能觉得哎 这个地方亏个四五目 五六目 无所谓 不在乎 不影响生物 那么四木棋对于职业棋手来说 很有可能就是关系到这盘棋的生负 啊 所以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那么黑的怎么办呢 哎 打吃的时候脱先了 既然你不先打 那我就不让你打到 那么这个长确实也是非常的大 那我们来看这个棋下了 下到这个局面之后呢 黑的实际上是 全盘就剩下这一块空啊 就剩下这一块空 外面 似乎白茫茫的 全是白棋的世界 所以 所以 为什么我会说这个 现在还要这一靠啊 非常的成功 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棋 我觉得 黑棋是比较难下的啊 反正如果 让我来下这个黑棋 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办啊 因为太多块棋不活了 嗯 然后搬 然后提 这个提是白棋的权利啊 哇 白棋这个地方非常厚 我们看啊 将来这一打吃 这个紫是随时都是吊着的啊 连打结都没有 因为这个地方黑棋的气景 你一打吃 你一提 我一打吃 你是粘不住的啊 粘住的话 这个地方被白棋一挖吃 就接不归了 所以这个棋 白棋非常厚实 从这里飞出来 嗯 很主动 很积极 而且那个局部 这个面对黑棋的一般 白棋是直接拖鞋啊 其实这个拖鞋也是 其实有的时候 真的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啊 因为这个地方现在白棋不是特别好动 我们看 如果你走这个 黑的连班 按照常规下方 我们打一下 打这个 那么 黑的把这个一挣掉啊 我们看这个形状 正好针了啊 正好针掉了 那么 这个地方被针掉一个可 可了不得 为什么呢 因为 现在白棋这个 就是要依靠这个黑棋 这个三块棋不活 来占取一些便宜 那么这个地方 黑的这一针掉 不仅自己活了 而且是 出现了一个后事啊 对将来这个白棋 再去这边做文章的时候 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谢尔豪也是看着这个 真子不利 这个谢尔豪看着这个真子不利 直接拖鞋啊 我先供你这边 那么 那个局部呢 说实话 白棋即使拖鞋 黑的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这个地方随手不要去冲 冲的话 被这个打吃完一顶 那这个 那就得不偿失了啊 可能想着 黑的可以吃掉的三子 那么瞬间就被 那白的可以吃掉的三子 瞬间就被黑的这个地方 先手就把眼给做好了啊 一吼 那么其实 这块黑棋一旦厚了的话 白棋这个地方 其实是有缺陷的啊 这个 白棋这个当初 这个所谓的厚势 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厚 完全那么的厚 它的厚 是要建立在这个 黑棋这块棋不活的基础上 那么一旦被黑棋这块棋 完全活近的话 这个白棋这个地方 这个段啊 就会暴露出来 所以实际上这个跳一个 那么黑棋当然也 你白棋都不吃我这两个字 我也不可能傻乎乎的去连这个啊 对不对 连这个 这白棋再一贴过来 那么 这块棋不仅没有活近不说 那这个子好像 就基本上就已经快成为白棋的囊中之物了啊 所以这两招棋是不能随便走的 因为将来你一旦要 需要去做活这颗子的时候 这个地方 黑的将来是有碰这种手段的啊 对作用的帮助非常大 实战黑的是点一个 那么点完肯定是要尖出来了 果然 哇 看着这个 这个黑的是有点难受啊 这个棋 哇 这个时候 面对这个白棋的攻击 这个黑的是 果断的拖线 而且他拖线这个手法也很有意思啊 自己虎一个 这个虎一个真的是 又是让我现在看不懂的一手棋啊 这个局部我觉得要走的话 黑的干脆就连扳就完了 对我们就 就把这三个子吃掉啊 得了 那这块鞋既然敢拖线 他肯定是不怕死啊 肯定是不怕死 那么既然不怕死 我们那边就索性捞一票就完了啊 现在就是这块鞋不死 那么现在如果 白棋这里要补一个的话 黑棋再想办法从这里进来啊 这不知道怎么进 打入或者直接碰上来 把这个地方白孔再限制一下 那么这个黑的实地 我觉得还是足够多的 至少虎没太看明白 白棋飞出 他这个想法也是非常好的啊 他希望这样再把你三个子吃掉 他觉得呢 虎一个你很难受 你要是长呢 我从这里搬 这样的话 这个地方黑的先手活完之后呢 腾出这个先手来 再把这个地方再补上啊 再把这块这块鞋再做活 他觉得这样更好啊 跟刚才比 抢一先手 那么如果说白棋不满意 这个白棋实战这个飞出呢 他想我这样再搬啊 那如果你还是吃这个 那作为黑棋来说 这个鸭跟这个团的交换 那这个便宜是一目了然的啊 那白棋肯定是接受不了 所以他这个下法也真的是很狠 把白棋逼的没有选择 但问题是这个棋 我认为白棋肯定是要沾上的啊 没有选择也要选择沾上 只此一手 因为这个棋外面全是白子 这个时候 如果发生这种战斗的话 我觉得白棋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怕的啊 这个我也经常跟我的这个学生 讲这个什么时候去作战这个理论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以多打少的时候啊 我们如论如何都不要怕 你不要说自己什么力量不足啊 什么的没关系啊 我们十个人打一个人对不对 总比这个一对一的时候 这胜算要大得多啊 就算这十个人的力量都不行 那总比一个人力量大吧 所以我们看现在这个地方外头全是白棋啊 这个时候我觉得白棋对于黑棋这种 要求作战这种这种态度 我觉得是完全不可能害怕的啊 拐出 这个一场 一般 哇 这个棋生命菌的力量真的是太大了 敢这么下 这个现在我们来看看啊 黑的是一块 两块 三块 四块 四块七不活啊 那么 当然了 四块七 当然了 四块七 四块七不活的话 也 也不代表说是 只要死一块就完蛋啊 也看死哪一块 因为黑的还是 本身还是有本钱的啊 然后我们看看这实战 白棋扳头 然后白棋猴一个 飞出 白棋管 反正这个棋 我拿黑棋 我是不敢这么想啊 这胆子越来越太大 这个是 真的是 真叫做是四块不活 这种棋 其实 在这个 我们这种 职业棋手的对击中 我觉得是非常少见的 可能业余棋手 会比较容易出现啊 因为业余棋手 有时候对这种作战啊 的这种理念 就是头脑不是特别清楚啊 对这种四块不活 其实是个大忌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 因为你这个棋 人家不一定说是要盯着你哪块杀 有可能下了下了你另外一块都自然死亡都有可能 这个谢尔豪同学也是非常狠啊 就不给你活 那么黑棋其实刚才有个机会可以 一手棋可以先补活一块 但是我们看这个一旦被打过来啊 这块棋做活真的就显得有点难度 因为这个黑白棋这个虎口在这里 这个虎口威力实在太猛了 实在太猛 所以也是没有办法啊 这个头得先长 那么这个被尖之后 那四颗子做活 现在又出 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 非常严重的问题 哇 这个时候这个黑棋的下一步真的是 让我大开眼界 这个四块都不活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大森同学是 哎 我就想把四块都做活 这个有点 有点藐视这个谢尔豪了啊 我觉得是 四块都不活 我们四块都要活 然后一尝 谢尔豪头脑也很清楚啊 这个脚给你活了 我把你这四个子干掉就行了 因为作为白棋来说 反正不可能四块都吃掉别人嘛 那么选择一块相对 就是把握比较大的啊 拐 跳 那黑棋这个下法也是很清楚了 这四颗子我就不要了 哇 这个胆子也真的是 黑的其实如果就 就跳出来 这个地方 双方下的 我也不是看得特别明白啊 跳 然后 扳 担心白棋靠这个可能是 因为如果白棋只是猴的话 我觉得 黑的无论如何先跳两下啊 这个地方味道会多很多 那么显然白棋要靠啊 这个是黑的比较担心的一个下法 那么这样 这个地方出现一个断 局部来说 黑的现在挖这个 刮完之后 这个先手退一下 这个下面已经是留有火旗了 但是现在就是 但是难道这样下不便宜吗 这样再飞到这儿 我觉得黑的 如果好像应该这么下 如果能想像这个图 这样的话 这个冲和这个 尖 不是必得其一了吗 啊 现在我开始有点理解 他这个拖的意图了啊 他这个拖的意思就是 哎 这个地方我先留个毡上 静活 免得我这边搞着搞着之后 以后再拖 你搬在这里全杀我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他剩白棋 没那么厚 先问白棋一下啊 哎 那如果想像这个图 我觉得白棋是可以满 黑的是可以满意的 那这样这块首先肯定安定了 那么有了这些接应呢 这块棋也不用太担心了 那么之后接下来就是这两块 正好是个剑合啊 因为这我 因为这个四块棋不活嘛 说实话 你想四块都活真的是太难了啊 能活三块 舍掉其中比较小的一块啊 相对比较小的一块 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满意的结果了 但是这个棋 当然这个变化只是 我这么摆的啊 不一定白的会只能选这个图 白的有可能就 就给你强硬的厚处 这个可能也是这个黑的比较担心的吧 黑的如果飞 反正这个棋看着是有点乱的啊 非常乱 应该说是非常乱 虽然我的棋风也是那种比较好战的 但是看到这样的棋 还是觉得头很疼啊 头很疼疼 就只能说这两位棋手力量都太大了 那么实战黑的是 这个下法 我觉得有点太简单了 它这个下法等于就是 这四颗子就直接放弃了啊 直接放弃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局部的死活 将来如果小尖 白棋就挡住 就挡住的话 黑棋这个尖是绝对先手啊 尖一下 好像只能尖这个啊 要想做活 局部好像是活不了了 我们看一下 白的扳这个 顶吃 我再打吃 再提 我再打进来 局部是活不了了 那么除非这边有路 这边现在暂时也没什么路啊 也连不会去 那就可以说 这个四颗子就已经交代了 这个黑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四颗子就不要了 不要了 确实是也活不了了啊 你再看一下这个形状 无论如何都活不了 如果猴这个的话 白的也是刚好有一靠啊 非常遗憾的一个形状 然后一般 这两个点 剑合 也是刚好是死刑 宣布 那么我现在正式宣布 这四颗黑子已然阵亡 局部已然阵亡 那么黑的唯一留下的借用呢 就是将来这个托一个啊 有点借用 因为我们看这个托白棋 如果虎黑的要顶这个 这个要打了冲的一个味道啊 那么另外一个味道就是这个地方的连斑 黑的把这四个子 弃掉有一个最大的什么好处呢 就是这个连斑变得严厉了 啊 因为这样的话 这个白脚就不敢轻易的死了啊 白的白脚一死的话 等于黑的自然把这四个子也救活了啊 这个就变大了 这个连斑就很难受 那么白脚如果忍回去呢 啊 这个做活也是非常惨的 那黑的这个木树很得力啊 而且这个虎到这儿 这个眼形也非常好 啊 这个是黑的一个弃子的一个想法啊 当然这个想法是我揣测的 不知道对不对 然后粘上 因为刚才说了 四块七最多只能死一块啊 你死两块是肯定完蛋 比如说你现在在外面再走一个 这个再被白脚冲了 肯定不行 这个时候斜耀号 这个断了 这个斜耀号这个表态了 你活那一块了 行 那你把这两个兄弟留下 我们看这个白脚其实中间 也一旦把这两个子吃掉 也有一些木树 然后这个黑的是拖 那我说的这个借用来了 要搞事情 哇 这个时候白脚直接点到这儿了 然后一靠 长 这个白的这个是用了个苦肉计 这个局部啊 我们看这下 这个子死进去其实是挺损的 但是 他当时觉得这个如果直接长的话 他非常害怕 黑气妥协 因为这个长实在太大了 我们看 这个粗粗一看得有三四十目啊 这不长 因为你现在在点的话 黑的可能会从这边靠了 就是说这你通过这一点 就想把黑的这块气拿下呢 是有相当难度的 所以他实在是先点一下 那引诱你来靠这个 因为你如果直接靠这个的话 白气就不会长了 白气直接贴到这里了啊 那就太舒服了 这形状 所以黑的没办法得靠这个 那么靠这个白气再长 这个时候如果你再拖先走这个的话 白气把这个长出来 那这样的话 黑的这块气做活的难度就 无疑就增大了 等于这一下靠 正好是靠错了方向 那么黑气没办法 只能去补活这块 那么白气是个苦肉计啊 损失一点点 小木树 换来一个长的绝对线手 然后 然后这个断两下 可能这个大家没太看懂 这个断两下 一开始说实话 我也没看懂啊 因为我觉得以谢尔豪 下棋的这个速度 这个他跟申敏俊一下 他肯定是后读秒那一方 必然是 所以这个时候 他读秒了 我说实话我不太相信 但是后面一看 这个不是打僵啊 这个是有用的 为什么呢 现在白气要併这个 併这个之后呢 意图非常明显 再明显不过了 我要威胁你这块气 那如果你在这里做活呢 我再回来把这个搬死 那么等于白气这个就 先手把黑气中间 这两个子给割下来了 那如果你不做活呢 我就来吃你 我吃的过程中呢 这个地方 黑气有一挖 对不对 我们看 那么白气肯定是要打住的 那么黑的一击 这个时候就涉及到这个了 一旦白气交换了这个之后呢 这个结黑的是无论如何 没办法打的 我们看这个结一削 结削到这里来了啊 这黑的得找上百目的结才够啊 所以这个 断了跑两下呢 其实就是想把这个防住啊 他先问你应手 你要是黑气还想保留这个 你只能团 那么这个团 但是白气这一拐 我们看这下面 这只好几目气 四五目气没了啊 刚才也说过了 四五目呢 对职业起手来说 那就是命啊 那就是命根子 这绝对舍不得 所以黑的只能先 因为我这个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我先让你便宜四五目 这个无论如何是接受不了的 只能先要住这个目 那么白气病这个啊 这个时候白气威胁这个黑气 其实我一直也都想知道 这个白气这一病之后 黑的这个局部是怎么活的啊 这么这个粗粗一看 这黑的做两个眼 也不是那么容易啊 我们来看一下 实战这个地方 黑的是有好手 拖一个 当然我知道这个地方 虽然我看着他是不活 但我知道他其实一定是活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白气走这个黑的拖先之后啊 这两位骑手 这个这种顶尖骑手啊 他们一直在这里没动啊 那他们这个计算 肯定都是算过的啊 作为黑气来说 白气走这个的时候 我要拖先 我肯定要把这个死活搞清楚嘛 是不是 我不可能说是 就是胆子大啊 我就不走 你来吃吧 吃的时候我再去算啊 那是不可能的啊 这个是早有早有做过的办法 才敢拖先 那么白气也是同样的 他肯定一直是觉得 吃不掉的 所以他这里不动手 那拖 果然这个拖一个是 这一招应该是蓄谋一九了啊 实战一走 断 这样的话这个粘是个先手 我们看 这个粘是个先手 如果白气还要吃黑气 那么这个被黑气这一例啊 可能就要出大事情啊 要出大事情 我们看一下 打吃 然后一场 这是不得了了啊 这白吊 反而反而被杀 那如果白气提这个 黑气打吃 白气自己坐过黑的一虎啊 那这黑的活得太舒服啊 所以这个地方 黑的是有手段的啊 那么有人就会说了 哎 这个气如果打里面呢 那打里面同样有手段啊 白气只黑气这一点 黑气这一点完之后 啊 一样 黑气还是在靠这个粘先手啊 黑气也不点 黑气也先粘一个 你如果拐 那我再点 然后一推啊 我们看这个地方 由于白气气紧啊 这个地方搬不过 给大家摆一下 打吃 沾上 打吃 沾上 这一铺啊 这个应该 这个只要是有 业余段位的选手 应该都能看清楚了啊 这个地方一铺 正好就是 一气就吃死了 那么也就是说 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黑气这个粘总是先手啊 实战这个断两下 再粘 白气踢 然后黑气 做活 然后白气再护回去 那么白气通过这串的交换呢 就是 让这个黑气这两块气都活了啊 但是 我把这个吃掉 然后把这两个子也给你吃进来 黑的一顶 白气一打 哇 黑的这个打一下 然后这个 黑气开始动手了啊 这个地方开始动手了 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两大借用啊 这个第一个借用现在没用了啊 因为这个两颗子已经死进来了 这个冲黑的白的就吼就好了 那么现在得用上第二个借用啊 那这个时候白气还是 没有忍让啊 说明这个他形式有过判断啊 并没有说是说是 哎 算了 算了 我这边都已经吃那么多了 我就让你 没有 还是依然的开上来 当然这个结 我们看一下 双方都是重的不得了啊 不得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白气一旦提掉之后 这个一跑 我们看 黑的这个当初的这个厚势啊 可能基本上就 就挂了啊 这个气 活不了了 没有地方可以作业 因为这个 这 这个虎口加这朵花 拔得实在太厚势了 所以这个黑气 这个结材也真的是 要足够多才行啊 从这个 那前面这几招原来是黑的 其实是为了造结啊 因为 头一个 那白气呢 这个常是个本身结 很愉快的本身结 那这个结线 对于黑气来说 就是 只许胜 不许败了啊 因为 这个提完 这个死了 肯定是太大 那么黑的就必须在这里 找到足够的结材啊 剪一个 然后 然后摆起立啊 这摆的全是愉快的 本身结 这黑的还得再损一下啊 黑的这地方 其实没找一个结 都还蛮损的 小 小 小间 很有内涵啊 没有说是什么贴上去啊 这个小间也是结 不走的话 这个一盖过来 把白气盖死了啊 摆了的硬 摆了一些小间 摆的这一般的时候 黑的好像 不能再引结了啊 我刚才说过这个结 黑的是只许胜不许半 那么黑的一旦硬结 白的起 我们看黑的这里 只有只剩下最后一枚结材了啊 不管是 走这个还是走这个也好 那么白气这再一冲 就完蛋 还是没有结 所以 反正都硬不了两枚 那么干脆先就不硬了啊 直接把这削了 那么这个 几斤转换之后呢 这个旗 最终 白旗是把这块给吃了啊 这个旗也很有意思 黑的冲 这个黑旗不甘心就这么死啊 这就继续搞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点 哇 站上 局部粗粗一看的话 是这个白旗死了 但是别忘了 白旗这里有接印吗 对不对 这个搬是先手啊 搬完刚好演绎器 然后吃 黑的是 很顽强的在这里 做出了一个打结活啊 我们看 这个 两边 两边都是结啊 这个气很顽强 但是这个结 说实话 这个打结活 做的真的是惨 惨不忍睹 我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为什么呢 一方面 这个这一串先 木非常的损啊 以后白旗要开结 白旗先铺一下 你提 白旗提回去 你只能粘啊 白旗随时这个结一铺进来 直接把你提起来的啊 这个结 好 这个地方有个打结 不说了 我们再看看 当初这个断 造成的一些损失啊 这个地方一般粘 一般粘 这个脚就快死了 这个也是很吓人的 局部已经活不了了啊 我们力正好被大费 可能就是 就是已经死了 因为你这个地方有断 这个地方有断 你这一般粘 这个脚也是没救了啊 所以说这个棋 黑的活这个 是不是一定便宜呢 不知道 但是不活 它肯定是觉得不够了啊 但这个活真的是太惨了 我觉得是生不如死 因为这边 现在摆着还有手段 我们看 大吃 只能粘 然后再一顶 然后冲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局部 这个局部本身 黑旗好像又不太好办了啊 又不太好办了 这个地方我们看 白旗尖随时是先手 尖是先手 不对 尖的时候 黑的还只能搬在这里 尖的时候 黑的只能搬这个 那么 现在黑的要走的话 黑的只能走这个了啊 只能走这个 走这个白旗一段 全都是先手 全都是先手 那这个先手 再吃完 这个再一半粘 那这个简直 白旗这个角 我们看一下 不得了啊 全是空 这个不得了 这个不得了 然后 实战这个黑旗是 黑旗也是这边不走了啊 直接 直接 直接搬这个啊 先把这个角活了 那 白旗尖 黑旗一搬 白旗一扑 黑的一走 哇 那这个 等于是先手 就被吃了 我们看 现在白旗有 一二三四口气 黑的只剩三口了啊 这个先手吃 这个先手吃 然后一顶 剪就回来 白的再一打八 感觉这个黑的 这个旗已经是差不多凉了啊 然后白旗 非常残酷的 又来这里 又铺 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个结又来了啊 这个太愉快了 这个无忧结 现在黑的是 没办法沾这个了啊 沾这个白旗一扑 我们看 这个随便这地方找一个结啊 这个就完蛋 因为你提这个 吃这个脚不够啊 关键是 吃这个脚不够 这整个都死了 所以提的时候 黑的也是不敢走了 黑的走这个 那这样的话 白旗就无忧结 先提起来 再靠 断 然后白的把这个提了 把这个结消了 黑的沾一个 这个旗两个人真是很过瘾啊 这个是不停的在转换啊 这个不知道大家看的怎么样 反正我是已经被他们转晕了 然后白的把这个再沾上 那我个人感觉 这个沾这种下法 把这个节都给补了 那这个旗显然是 告诉对手 你没有机会了啊 然后冲 然后提 然后白旗加 黑旗大吃 提 黑的挖吃 是白旗 扳 然后在这个节打上啊 这个节完全是没有关系的 然后一跑 好 然后这步棋 其实也是本局的最后一手啊 到这里 这个黑的是就中盘认输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盘旗 说实话 这个盘旗是 谢尔豪的一个这个豪局 我觉得是通盘压制啊 完胜 这个展现出了这个 作为这种世界冠军的这种风采啊 从这一碰开始这个弃子 当然这个过程中 黑的是下出了一些 我认为是疑问手啊 比如说这个虎完之后 这个作战啊 我认为他如果连搬了 吃掉的话 这盘旗 其实还早啊 这个一下子弄出了 四块旗不活 这个实在是太难下了 我们看最后虽然 可能转来转去很晕 但其实是因为我们在这里 摆旗也没有过多的时间 去计算和思考 那么作为他们顶尖旗手来说 像这样的计算转换 其实是难度并不大的 而且我们从这个进程来看 其实白旗的这个可控范围啊 很宽啊 白旗这个地方可以让你活 我找了个结之后 还可以让你活 我可以吃这个 之后后面又转过来 又吃这个 不管怎么吃 都是白旗银 最后黑的是 啥也不想让黑白旗吃 最后的结果 还是因为这个地方 这个结 你看没结材了不行 最终的结果呢 就是这个 谢豪 吃白 中盘战胜了这个生命巨银啊 我们也为这个谢豪 这个精彩的表现 可以给他叫一声好 好 那么今天这番棋 我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